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個章節要介紹的是有關中東音樂的部分 那中東音樂的部分呢 其實它除了這個我們知道的這個非洲音樂 或者說非洲這個地區的音樂的表現型態之外 大概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音樂裡面 很多很多的音樂表現形態裡面的一個發源地 那中東音樂裡面的音樂形式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就從這個章節裡面有關 中東這個部分地區國家跟各個不同民族的歷史背景 以及相關的一些資訊來探討 有關這個部分的音樂的發展的歷程 接下來我們從這一張檔案這個圖片檔裡面呢 讓各位同學清楚的了解到說 中東地區相關的這個國家 以及它和幾個地球上最重要的這個大陸的板塊之間的一個連結 那我們從中東這個相關的地區 從這個埃及阿拉伯 以及右側的這個相關的這個伊朗 這個附近的這個回教民族的國家裡面呢 我們很清楚的了解 它的右側的地方 它是跟亞洲相關的這個地區相連結 它北部的地方和歐洲以及西部的地方是和非洲相連結的 所以從這個地區上的連結性來講 它從遠古的時期 它就是一個通往各個地區重要的一些文明發展的一個地方 很重要的一個道路或者說一個關口 我們從早期的中國通往西域的這個思路 以及相連關的亞裔三大東征之後 相關的這個路徑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中東在地理位置上 在整個歐亞 以及非洲板塊上面 會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在這個章節裡面呢 我們希望能夠去介紹去理解很多的內容 那約列上在這個章節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幾個重要的區塊 首先我們會來介紹中東的國家地理環境 歷史背景 以及它的宗教 那再過來我們會去做這個重要的中東國家的樂器 不同的樂器的介紹 以及它的相關的音樂的特色跟特質到底在哪裡 那接下來我們會介紹它的宗教的音樂 以及世俗音樂的發展 那再過來就是有關音樂價值跟它的真心到底在哪裡 那接下來很重要就是這個 維吾爾民族的這個 非常傳統的這個 十二木卡姆的音樂 被這個聯合國家科文組織 成為這個世界上很重要的文化的 文化的遺產之一的這個內容 跟它主要的精髓是在哪一個地方 跟它的歷史價值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理解這個區塊 首先呢我們可以先來了解一下這個中東相關的國家 它的地理位置跟它的一個簡要的一個介紹 那從這個地圖上我們可以了解 這個由這個北非到中東西亞一個地區 它幾乎都是信仰像同一個宗教 雖然它有很多不同的教派 可是它是一個屬於伊斯蘭回教的一個阿拉伯的一個世界 那這個阿拉伯文呢 它是這個地區的一個共通的一個文字跟語言 那當然它有一些音樂 相關的音樂特色跟特質 它的一個精髓呢 有很強烈的一個相似的一個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呢 伊斯蘭的這個宗教回教 是形成這個文明很重要最強勢的一個力量 那非常明顯也非常明確的 它影響了整個這個中東國家的一個音樂文化的一個發展 那由北非到中東 這一個地區呢 文化宗教語言幾乎都是一個共通的一個阿拉伯世界 那在音樂上呢 它無論是這個古典藝術的音樂 或者是民俗音樂 或者是宗教音樂 它有非常強烈的一個共通性 那至於這個周邊的這個阿富汗 阿富汗這個地區呢 它高加索山區 在北部的高加索山區 以及中亞裔地帶 甚至於到了這個南亞 東南亞 擴張到這個東南亞一個地方 也有非常相似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在之前探討過的這個印度 北印度的音樂 甚至於它也受到了非常明顯 非常強烈的這個中東伊斯蘭教音樂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伊斯蘭教呢 它是形成這個文化地區最強勢的一個力量 那當然它相關的一個影響 當然也影響到音樂的一個發展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伊斯蘭教 這一個宗教及其歷史的一個介紹 那全世界呢 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呢 大約有十億人左右 那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以及佛教 大概是可以被并稱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個宗教 那在全世界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 約有大概十億人左右 那它的分佈呢 最主要是分佈在北非 非洲的北部 以及西亞這個地方 那另外一個區塊呢 就是我們之前所介紹的這個印尼 就是南亞這個地方 也有不少的這個伊斯蘭教的信徒 那這個中國呢 它有維吾爾以及維教 這個維族等 大概有十多個這個少數民族 那它都是信奉這個伊斯蘭教 那總人口數在中國這個地方 大約有1800多萬人 那這個伊斯蘭 那這個伊斯呢 它是從這個阿拉伯的這個語言 音譯直接 音譯過來的 可是它的真正的意思呢 它是這個和平順從的意思 這個宗旨呢 是主張這個人類和平相處 那歸順並服從這個阿拉 就是他們的最高的這個真神 真主的一個意志 那各自和平建設自己 幸福的一個家園 來共同維護這個世界的一個和平 那在我們在這個中國的這個史書 在中國的很多的古代的經典裡面 它常常也都會去描述這個伊斯蘭的宗教 它的真正的意涵呢 常常被描述為是清淨無然 真乃獨一或者是真主至親至真 原有的這個獨尊 為之清真 就是它非常的清淨無然 那唯一的一個真理 那這個清淨 真主等 所以呢 我們會取這個中間的文字意涵 例如說叫做清真 那作為這個伊斯蘭教的一個尊敬的一個稱 稱謂 那穆斯林我們在平常的時候 也常常會在國外的一些包裝雜誌 或者是閱讀的內容裡面 常會念到穆斯林的這個詞 它是一個和平者 或者是說歸順者 或者是說服從者的意思 那它指的當然是指信仰 這個伊斯蘭這個宗教的一些信徒 或者是人們 那伊斯蘭是該教的一個 一個 比較官方或者說比較正式的一個稱謂 那以上就是有關這個宗教 伊斯蘭教的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接下來我們要來簡單的描述一下 這個伊斯蘭這個宗教它的禮拜儀式 以及它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歷程 那這個每天呢 這個伊斯蘭的這個教徒 就是他宗教的信徒 他每天都會依照這個太陽 這個運轉運行的一個時間 以及方向 大致上來說呢 他會有五次的這個禮拜的一個次數 那每週的五次的這個距離 就是Jumach 這一種距離的信仰的一個方式呢 第一點呢 他是最主要是為這個穆斯林 這個穆斯林的這個男眾的信徒的一個主命 那這個主命是這個真主規定的 這個是每天一定要做的一個事情 那這個呢 時間一到了以後 他必須要向著這個清真寺的這個方向 或者說這個禮拜的一個方向 做一個禮拜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順序呢 他是為這個盛行的一個四拜 那主命是兩拜 那盛行是兩拜 那加起來總共有四拜 那每年大概會有兩次的這個會禮 這個會禮的這個禮拜的這個禮拜的這個禮拜 那再過來還有一個是有關這個開齋的這個結會的一個禮拜的一個這個歷程 那這個回禮有關這個回教的禮法裡面 九月呢 他是一個齋戒的一個月份 那這個齋戒的月份裡面呢 在整個月份裡面齁 從日出一直到日落 他都是不可以吃飯齁 不可以禁 都都是禁食的齁 那接下來到10月1號開始 他就可以開始吃東西齁 那並舉行這個會禮齁 來慶祝這個齋戒月的這個完成 那這個男生跟女生他都可以到清真寺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再過來就是宰生的一個結會禮 或者是又叫做犧牲 犧牲的一個節慶 或者是說中校的一個節慶 那他大約是在這個回教的這個年曆上面 大約是到12月10號 那這個是在紀念這個他們的聖人齁 伊布拉辛這個聖人 跟他的小孩子 這個伊斯瑪懿 對於這個真主絕對服從的這個紀念的一個意涵 那這個會禮齁呢 如果這個能力齁 各個家族裡面能力有許可的話 應該每一個人齁 或每一戶人家都可以 都必須要宰一隻羊齁 那三分之一他要留在家裡面自己享用 那三分之一他分給這個親朋好友齁 再過來 三分之一的這個羊呢 他要把他分給這個貧窮齁 窮困的這個人齁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有關這個中東的樂器的一個介紹 那這個中東的樂器裡面呢 其實最主要最主要的一個樂器 其實就是我們的人聲 我們的這個聲樂的部分 他是伊斯蘭的音樂裡面最重要最主要的一環 那而且通常呢 他少用非常少的去使用這個樂器 或者說不需要這個樂器來伴奏 那這個樂器的形態裡面 就算要演奏樂器的話 最重要最重要 他也是使用這個魯特琴 這個魯特琴 這個魯特琴是這個中東樂器裡面 伊斯蘭的音樂裡面最重要的一種樂器 那其他的這些不同的這一些伊斯蘭宗教 或者說伊斯蘭這個地區的這個樂器呢 他還有下列的這幾個主要的樂器 他有這個公弦的樂器 Rubach 或者是說魯特琴 或者是說斜吹的這個笛 這個笛用斜吹的一個方式 或者說叫做卡南 或者說這個索納 還有這個塔布拉谷 那這個塔布拉谷 正對於這個北非 北印度 北印度這個地方 常常也都會使用這個樂器 那同學更清楚的就是有關這個 索納這個樂器呢 也其實從這個表裡面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實他是從這個 中東這邊發展過來的 那同學也可以仔細的看這個卡南 卡南這個樂器 其實他是不是跟我們中國的這個洋情 長得非常的類似呢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介紹這個伊斯蘭的地區 這個宗教信仰這個地區的音樂的一個 這個共通性的一個音樂的特徵到底是如何 那伊斯蘭音樂它主要的這個 這個發展呢 我們可以大致的來說明一下這個音樂的歷史跟它的原流的一個部分 這個阿拉伯的這個音樂 阿拉伯的這個音樂 它的歷史發展呢 伊斯蘭宗教發展的這個時期 到7世紀初呢 一直到19世紀 後半部的這個後半部的這個後半段的這個時期 到最後呢 到最後呢一直到這個近代的這個19世紀下半 後半部的這個時期 一直到現在 這個伊斯蘭的音樂 它有很多的一些主要的音樂特質 這個在先伊斯蘭的時期呢 它早在這個西元二世紀 一直到三世紀前後 大概一兩百年的這個左右時間呢 它居住在這個阿拉伯半島上面 這個阿拉伯人呢 它就在這個地區建立了許多的這些小部落 那這個小部落裡面的王朝 在這個裡面工廷裡面 就需要有相當比例的這些職業的這個音樂家 來服侍這些王公貴族 一直到五六世紀左右呢 定居在這個部落裡面的這些 尤其是在綠洲周邊的這些農業部族 發展的比較好的 或者是說這個相關的這種遊牧民族的這個貝都英人 他們的音樂呢 最主要它的特色之多半 就是跟一般的傳統的部落 比較相像的就是 主要它是用於這個祭祀 祭祀的典語的上面的祭祀的音樂 那這個勞動歌謠 以及這個描繪這個原始部落 生活習俗的這些生活歌謠 在這個部分已經占了比較大的一個比例 當時呢這個紅海沿岸的這個 有這些漢人這個做這些記錄記載的一個地方呢 出現了比較多的這些商業的行為 因為這個思路的發達 以及這個東方跟西方的這個道路上面的一些暢通 很多的貨物透過這些商業的行為慢慢的發展起來 那隨著這個商業的興起呢 這個商隊 這個運送貨物的這個商隊慢慢就活躍出來 變出現了這一種叫做 胡達的這一種 比較類似這種感激的這些歌曲 那感激的這些歌曲呢 慢慢的是屬於這種風格比較古樸的這一種單調的音樂 這個大多數呢都是在沙漠中行進運送貨物的這個商隊 隨著這個運送的這個路程呢 行走的節拍驅趕著這個搖滑聲 慢慢的吟唱出來的這一種音樂 從此以從此之後呢這一種 形態的音樂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之後 又發展出來這種納希伯歌曲 吉格納的這種歌曲 那這一種類似西方的這一種 中世紀的這種 引游詩人的這一種概念的出現 對於這一種傳遞訊息呢 以及相關的這些功能 也慢慢的逐漸的加強 那對阿拉伯音樂的發展呢 慢慢的使得這一種 質變的一個變化 那從這一個部分慢慢的開始 他們使用的這些不同的樂器 例如說他用手持的這種樂器 周遊各個地方 去唱送這個不同的訊息 那使這個詩歌 以及樂器得到了非常好的一個發展 那這個地方這個音樂的使用 也慢慢的變得熱絡起來了 那阿拉伯的這個市場呢 特別是在 這一種烏卡茲這個地方 常常都會舉辦一些詩歌 以及音樂的這一種競賽 吸引了很多的這一種文人雅士 或者是說這種跟藝術表演 音樂相關的這些藝人呢 非常高的一個重視 那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這個 很多這種職業的這些歌手 他們的這一種音樂的曲風 非常的細膩 非常的優雅 那個曲調裡面 還有非常豐富的這一種 華麗的這一種裝飾的一個性格 那也展現了非常強烈的這個 異國的一個情調 那跟遊牧民族的音樂 它有變成慢慢的發展出 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很大的這種不同的差異的性質在裡面 那一直到這個伊斯蘭時期 這個伊斯蘭宗教慢慢的發展出來之後 大約是大約七世紀 以及十九世紀下半夜 九月這段時期 這個阿羅阿拉伯半島上面的 穆罕默德 開始創立的這個伊斯蘭教 那這種阿拉伯音樂 開始進入了這一種伊斯蘭的這個時代裡面去了 那伊斯蘭教建立的 剛開始建立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宗教信仰裡面 他對這一種娛樂性的 他把這個音樂當作是一種娛樂性質 比較強的這一種活動 他是比較屬於禁止 他不希望有太多的這一種 音樂的這一種表演活動 因此 有關伊斯蘭宗教裡面的音樂的表現 大致上他都和古蘭經 他的經典裡面的這種唱頌 以及這種祈禱的時候需要的這種樂曲 比較有關聯 那這個古蘭經的這種儀唱的一個方式 其實他是繼承了這種古代阿拉伯的這種 詩歌的唱頌的一個方式的一個風格 那他非常注意這個字詞 他的重音的布點 他的布點是在哪個地方 他的語調的這種高低起伏 這種異陽顿錯 以及他的明確的歌詞 支持了異涵的一個發展 那還可能還受到這一種 世俗的這種藝術歌曲的一些影響 也非常的深遠 那阿拉伯人呢 在伊斯蘭宗教文化的這個影響之下 迅速的隨著這個擴張 宗教的擴張 他也把這個音樂的表現形態呢 慢慢的發展 或者說散步到這個敘利亞 伊拉克 或者是埃及 或者說這個波斯 這個古代的波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發展出來 各個地方的這種非常優美的音樂文化 那整個阿拉伯半島呢 也受到了非常強烈的這種音樂文化的影響 那在一般來說呢 這個音樂的特徵裡面 它的主要 它這個節奏裡面 中間的一個音樂的一個要素 這個節奏的部分 它其實是屬於即興很強烈的一個部分 它其實它中間是發展 跟剛剛我們的敘述一樣 它是屬於這種點移的這種音樂裡面 重音的這種音節發展出來的這種節奏的一個形式 雖然它沒有特定的節奏 它是一個自由曲線的這種音樂形式 可是它是必須要跟詩歌的這種詞意 必須要做一個充分的一個表達跟密切的聯繫 它主要分為這種沒有特定的節奏 跟有循環反覆的節奏的樂曲 它如果說是有循環反覆的固定的節奏的話 它必須要跟這個既有的樂曲形式 要互相的搭配成為這種 反覆固定的這種音樂節奏形式 那在他們的音樂裡面呢 他們很喜歡把音樂分成一小格 一小格的這種片段 我們在聽它的音樂裡面 你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音樂常常都不會有很強烈的這種結束的一個感覺 那這種很強烈的結束的感覺 其實它是和這種和聲的發展有比較大的關係 那因為阿拉伯的音樂裡面 它比較少去強調這種和聲的概念 那自然有關這個音樂結束的感覺的話 也會非常的淡薄 那另外就是有關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中東音樂 伊西蘭的音樂裡面很重要的這種旋律 這個MOD 這種旋律的這種模式呢 它是在這個音樂特質裡面是佔很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經過了這個非常長的一個時間的發展之後 這個阿拉伯這個地區的音樂音階系統 它發展出來一個很特殊的一個音階系統 我們所謂的這種 微音 微分音的這種 這種音程的一個概念 我們叫Quarter的這種 比這種所謂的西方音階裡面的半音 它的音程更小更細微的這種音程概念 我們叫它叫做微分音 那這種不同的這種音階組合成了 這種不同的一個旋律的一個模式 那所有的音樂呢 它皆是基於這種不同的旋律模式 也就是這個字 MAQAM MACWAP 這種字詞的不同的結束 或者是說節奏 它有這種循環 或者是說反覆節奏的形態 它會根據不同的這種節奏形態 來產生這種循環反覆 這種循環反覆的這種節奏 其實它並不是像西方音樂裡面 它是非常的簡單 它甚至於一個循環的節奏形態 它甚至於可以多達24拍 有學過音樂的同學應該就可以了解 一般在西方音樂裡面一個小節裡面 它通常4拍8拍已經非常的多了 可是它居然可以多達到24拍這麼長的一個反覆的一個形態 那在音樂的表現內容裡面 有關這個裝飾音的反覆 或者是說裝飾音的這種使用 以及這種使用的一個方式 它是非常的普遍 幾乎沒有任何的長音 它不使用這種裝飾的一種方式 那這種比這種半音的音程更小的這種微分音的音程 在不同的音階系統裡面 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旋律的一個模式 那所以的音樂 它都是基於這種不同的這種 這種微分音的一個音樂模式 來做一個不同的這種音樂模式的一個處理 那基本上這個以上是有關的一個旋律這個部分 所以中東音樂裡面跟其他音樂裡面 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不同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有關 宗教音樂裡面有關禮拜 禮拜裡面有關的一些內容 那這個宗教音樂裡面 我們剛剛有提過這個伊斯蘭宗教裡面 它對於音樂是屬於這種否定的一個態度 那在音樂裡面 它其實跟他們的可蘭經裡面的唱頌的一個形式 是比較有關聯的 例如說它主要呢 它是用於這種召喚禮拜師的這種阿戰 或比如說古蘭經的這一種迎送的一個時候 那傳統上呢 其實這一種迎送的這種方式 在伊斯蘭宗教裡面 它是不認為這些迎唱 是可以被當作是這種音樂 那這種宗教音樂的風格 它跟形式呢 古典音樂以及民主音樂 其實它是比較相同的 只是說在宗教的形式上 並不太常去使用所謂的音樂的表現形式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中東音樂裡面的民間音樂的形式 它最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有沒有特定的這種節奏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即興的一個創作 即時演奏創作的一個形式 那接下來第二種是 它依循的這種詩歌 以及搭配歌詞的一個需要呢 它變成是一個 有循環反覆節奏型態的這種樂曲 那通常呢 它是以組曲的一個方式來出現 其實在民間的音樂裡面 其實它並沒有限制的非常明顯 它通常都是有這兩種 沒有特定的節奏的形式 再加上有循環反覆節奏 音型的這種樂曲 交叉或者是輪流交替的這一種演奏 那這個是民間音樂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發展的特色跟特質 接下來有關音樂上 它的價值與它最主要爭議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之前一直反覆的提醒同學說 在伊斯蘭的這個地區 中東的一個地區 自從這個回教的教育 可以慢慢的擴張到這個地方的人民的文明跟文化思想之後 在傳統的這種伊斯蘭信仰裡面 它其實對這種音樂是 是持著這種比較否定的一個態度 他們認為這個音樂它會引人墮落 它會使人犯罪 那這個早期其實它跟歌女 這種歌唱的這種 比較低階的這種女眾 來做很強烈的一個連結 那因此呢 在音樂的表現上 在活教國家 活教民主裡面 常常都是被禁止的 那雖然古蘭經呢 它對這個音樂的部分 它是沒有評論的 它是並沒有特別的明確的去講到說 音樂它的價值或者是它不好的地方 可是 各個宗派它有這種解釋 解釋各種社會現象的一種權利 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會 對於這種音樂當作是一個 比較否定的一個態度 那在古蘭經裡面 我們可以講到是 有兩個 它我們比較 在西方 西方音樂裡面 講到這個音樂的這個字詞裡面呢 它是 例如說音樂這個字 M-U-S-I-Z 這個Music 這個字 其實它是來自於這個希臘這個字詞 那這個唱送呢 它這個是指的是 匡等 這個是指的是歌唱的這一種字詞 K-H-A-N-D-A-N 這個字詞 那這個音樂跟這個詩歌的字詞 其實它們的意涵 常常指的是兩個不同的一種表現形式 那在中東地區 這個伊斯蘭宗教的一個地區 這個音樂家 它在社會上的地位其實是比較低的 那因為宗教的關係 這個音樂並不是受到非常高度的一個重視 那這個音樂演奏呢 大部分都是屬於這種職業性 或者是說適傳家族 家族共通的一個職業 那屬於這種職業性的一個演奏的一個方向 那很多的這種業餘的音樂家呢 他的訂閱甚至於是高於職業性的一個音樂家 那在私人的聚會裡面呢 他的音樂裡面常常都會有許多的即興的演奏 是音樂裡面最具價值的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即興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它在音樂的理論方面 它是具有非常深厚的一個發展 我們如果提到這種音樂的理論 或者說音樂在這個地區的一個價值 我們一定會去提到這種 這種維吾爾族的穆卡姆的文化歷史的遺產的特色 那它是 阿拉伯的這種 阿拉伯的這種 屬於阿拉伯的文化遺產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它是 穆卡姆的一個經典的音樂調式 跟維吾爾民族的本土民間歌謠的一個融合的一個藝術的表現 那這種維吾爾的穆卡姆呢 它是 在中國的地方 以及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公司認定為 它是一個 並不是這種物質的 它是一種非物質的 一個文化很重要的一個影產 那穆卡姆的這種故鄉 它其實是在現在的 中國境內的這個 新疆 這個 西南部的這個 煞車縣 煞車縣這個地方 穆卡姆 它第一次 其實穆卡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曲目 穆卡姆第一次被整理出來 大約是在 西元 這個16世紀左右的一個地方 這個 伊爾昌漢國的這個阿拉伯斯阿漢 菲子 他邀請了很多的這個 熟悉 穆卡姆的這種音樂形式的 這些民間藝人慢慢的把這些 在各地的這種民間的音樂 慢慢的把它收集起來 對於這種善師在民間的這個 這個 穆卡姆的這個音樂 他做的非常有系統的這種收集 資料整理 或者說做繪整的一個工作 那形成了這種穆卡姆的音樂 特有的這一種 琼納格曼 這種達史戰的 敘述的這一種歌曲的一個內容 還有這一種 希瑞浦和歌舞的這一種 組曲的三個結構的一個部分 慢慢的就確定下來 這個穆卡姆的這種套子裡面 套曲的這個裡面 常常都會有這三個 三個主要的一個結構的一個內容 那他甚至於再去重新再確認了這一種 穆卡姆的一個歌詞的一個內涵 那到了這個第二次整理的時候 大約是在清光旭年間的時候 19世紀的時候 他做了第二次的穆卡姆音樂的一個整理 那他針對的這個 很流行於這個克什格爾 克什格爾的這個穆卡姆的音樂家裡整理 那他 他變了一個名稱 叫做這個克什什爾穆卡姆 那對於這個裡面呢 他是由這個 安妮姆 這個賽里姆和賽皮瓦爾 共同完成的這個內容 那對於這種流行在這個 克什格爾的這個穆卡姆 他做了非常多的這個整理 那總共呢 這個12穆卡姆裡面 它是有12套的這個套曲 那是由這個245首的這一種歌曲 可以組合成的 那12穆卡姆其實他的意思就是12個套曲 那12套的這個音樂的大族曲 每一支的穆卡姆套曲 它是由三個部分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 三個部分是 酋乃爾曼達斯蛋 以及麥希熱浦 三個部分組合而成的 他其實他有代表的 三種不同的音樂表現的一個特質 他分別代表的是 酋乃格曼 他代表的是這種 倉敬 非常深層的音樂的態度 第二個呢 達斯蛋呢 他代表是雄魂流暢的音樂風格 那再過來麥希熱浦呢 他其實是必須要演奏得非常的歡樂 歡樂蓬勃的一種氣氛 那這個穆卡姆呢 他大概 約有這種25到30個不等的分支的小曲子 或者是曲調 那總共呢 有365首的這種曲子 還有4500行的這種詩 那演唱每一套套曲 通常大部分都需要兩個小時 那兩個小時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12套的套曲 總共全部演奏完的話 大致上都需要有25個小時 這麼長的時間 那穆卡姆呢 還有一些地域性的這些 各種不同的轉變的這種變體 其中最重要就是到哪 穆卡姆跟哈密穆卡姆 穆卡姆的這個歌詞中呢 他參雜的這種阿拉伯、波斯、迴吾爾 各種不同的這種語言去唱 甚至於很多的這種已經消失的語言 那譬如說查爾台的這種語言 那這個演奏呢 演唱的聲音非常的高 那時間也非常的長 而且他的歌唱技巧是需要非常的高 那演唱的這個難度也非常的大 他繼承了這種蘇勒樂、瑰姿、烏姿 或是說余田樂的這種基本的傳統 他是維吾爾民族的這種大型的 古典音樂套曲的總稱 那他是集這種詩歌、舞蹈、還有歌曲、還有音樂 綜合的一種表演的這種藝術表現形式 那在西元2005年的時候 然後這個穆卡姆的這種藝術表現形態 他被這個聯合國教師科文組織 列為這種人類 人類歷史以來 這種口述非物質的文化遺產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在回教的國家裡面 他都有這種穆卡姆的這種表演 那因為在中國的這個新疆地區 因為他有穆卡姆的這種套曲的這種種類 是最多最多元 而且他的保存是最完整的 所以他就直接被這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直接保護的重點的一個保護對象 那以上是有關這個中東音樂 他的簡單的這個基本的音樂形式 跟他的主要的一個介紹 是否則是很安排的 所以他會被裂去營造 他在搭乘的地方